我小時候接觸紐曼的機會 就近乎零 只不過是我去到美國讀哲學的時候 老師就開始給紐曼的書 他的講道集 還有有關他對於良心 對於教理的發展 教義等等 比較學術性的題目 開始看完全是不明白 英文也很深 但是後來開始到他的詩詞 尤其是他的歌詞的時候 我們仲恩 104首大地高天同贊上主這首 這麼漂亮的歌 那個歌詞根本就是由他的詩詞譯出來 開始看他的詩詞的時候 發覺裡面有一種很深邃的意識在裡面 就是自己個人和天主那種獨處的時候 完全不值得 完全是可以把自己的良心和天主那種共鳴 反映在他的詩詞當中 令到很吸引我 逐漸逐漸就開始慢慢研究他 現在目前我也都寫著一篇博士論文 就是比較紐漫的思想 他的宗教思維 還有我們中國因為很出名的宗教家 叫做馬上伯 他們兩個是差不多同時期的人 但是很奇怪 他們相似的地方 你簡直讀來好像同一個人 一個用中文寫 一個用英文寫 尤其是對於政治 對於教育 對於良心 對於宗教在社會裡面的地位 讀起來對今天那個關係 非常有切身的關係 因為我們要看到時代的徵兆 面對了社會各種迫害宗教 或者對人的良知那種壓抑的時候 人是應該怎樣自處 或者整個教會 反應應該怎樣種種 比較學術層面高一點的題目 另外紐漫有特別的地方就是 他是某程度上是一個先知 他可以稱為是我們現代教會 很多關於宗教自由 還有對於另外一點 是被人忽略的 就是他重新發現了聖母學 他就是由教父的寫作當中 重新發現聖母作為阿華第二 因為基督是阿當第二 我們就有聖母作為阿華第二 這個很完美的配合 其實是歸功於某漫對於教父 所提出來的這種思想 某漫可能為我們華人社會 華人交友社會 是比較陌生一點 因為他大部分的著作 真的非常之浩瀚 只是他的書信和人寫信 已經出了三十八冊 從來很多都未出現 至於他所翻譯的論文 專題的著作 根本很多都未翻譯做中文 我會很推薦他們 開始慢慢去網上 已經有很多偶漫的著作 尤其是拿一兩篇他的道理 用他的道理慢慢去細細地去咀嚼 因為某漫的道理那些講詞 有一種很特殊的動色人心的能力 他好像真的跟你在說話 他那個靈修觀 如果我可以給大家兩個圖像 讓大家去默想 就應該足夠 第一個就是心 第二就是光 某漫的格言就是心與心對話 其實人們也不明白 什麼叫心心對話 心心相印 是誰心和誰心呢 我們可以說 某漫的靈修觀 就是要在人心裡寂靜的地方 寂靜的地方找遇天主 還有就是在人獨處的時候 一個人孤零零的時候 是最不孤單的 因為當他在自己進入了心房的密室裡 正如耶穌在福音所說 關上了門之後 只有你和天主在 你完全赤裸裸地在天主面前做一個小孩子 還有你在自己心裡有很多黑暗的事情 這個大家不要騙自己 你自己內心有很多自欺欺人的骯髒的事情 你是關上自己一個 你就出來了 就是那一下你知道你要光 驅散那種你內心那種隱密不知的黑暗 心同光 就是某漫的靈修的精神所在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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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新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